原来是梦啊 凯莉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 刚刚我梦见泰克诺被地狱男爵给毁灭了 肯定很害怕吧 放心吧 管他什么男爵 一旦被我逮到 我一拳把他打到九霄云外去 那是 我 发生什么事了 看见了吗 那不是地狱男爵吗 娘 这是刚刚在火星附近拍到的视频 地狱男爵虽然变成了碎片 但是心脏核心似乎完好无损 难道地狱男爵逃走后 吸收了宇宙垃圾又复活了 你说的很有可能 我推测地狱男爵正在慢慢接近蓝星 打算卷土重来 目前来看大概一周后 那家伙就会抵达蓝星了 这么快吗 这事糟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陈飞你要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当然是飞到那家伙所在的地方 我要在他到达蓝星之前 将他打倒 算我一个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 撤出风车 看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将那家伙打得落花流水 这次我们一起守护蓝星 虽然害怕 但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 我也要打败他 好 那我们一起去找那家伙算账吧 等一下 你打算怎么去火星了 那还用说 变身成为龙战士飞过去呗 你别忘了 龙战士无法变身飞翔形态 更别提还要带上他呢 对啊 瞧我这记性 竟然把这件事给忘到脑后了 我有办法 你们可以坐我的宇宙飞船去呀 我的飞船已经修好了 它不仅速度快 里面空间也很大呢 坐上它 你们很快就能到达火星了 凯莉 谢谢你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微笑成飞 以目前龙战士的战斗力 是无法战胜地狱男爵的 没错 但是不要忘了 龙战士和星云赛车合体 可以激发出惊人的力量 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好说 伙伴们有新发现 情况不妙 地狱男爵进化得更加强悍了 上次陈飞好不容易用传奇形态打败了他 虽然赢了 但差点就再也不能变身成龙战士了 就算与星云赛车合体 以目前龙战士的实力 也无法战胜那个家伙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进行力量升级的话 或许还有一线升级 其实这点我早想到了 那是什么 现在看到的 是龙战士和五辆星云赛车 同时合体的最强形态 超星云赛车王 竟然还能同时合体 这也太酷了吧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们啊 原因很简单 以你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无法维持同时合体 这一点凭我的技术也无法解决 所以才没说 原来如此 太可惜了 凯莉 感觉也不是很难嘛 只要我们能增强力量不就行了 绝不放弃任何变强的机会 大家齐心协力一定可以的 我 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凯莉 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只要能够增强力量 再苦再累也行 其实办法倒是有一个 不过要去我的家乡 太可诺一趟 好久没开宇宙飞船了 感觉手都痒痒了 宇宙飞船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和学 在这段时间里 秘密集体就交给你了 路上小心 希望你们可以一切顺利 大家都坐稳了 飞船要准备加速咯 交给你了 放心 速度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了 奇怪 不应该啊 凯莉 你的飞船驾驶技术是不是有待提高啊 抱歉 抱歉 为什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哎呀 放心吧 就是个小失物而已 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话说回来 在泰克诺这里 真的能找到让龙战士他们增强力量的办法吗 那当然了 在科技方面 泰克诺可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 泰克诺不是已经被地云男爵毁灭了吗 在泰克诺 有一尊代表科技之神的石像 叫做阿诺比斯 石像 据说这座石像 从泰克诺超古代文明时期就注立在那儿了 而且他的身上蕴藏着许多宝贝 比如 他的眼睛里藏着能量矿石 而这能量矿石呢 可是拥有着激发潜能的神秘力量 据说任何东西只要被他的光芒照到 就能进化变得更强 星园赛车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力量才有了智慧哦 这石像听起来真厉害 即使泰克诺已经灭亡了 阿诺比斯仍屹立在那儿 只是那个地方在沙漠深处想找到对非一番功夫呢 好了 我们快到了 快看 前面就是泰克诺 传说中的泰克诺终于要见面了 开始着陆 着陆成功 世上最险的着陆 都说让你开慢点吗 这里就是泰克诺 凯莉那是什么 那是被地狱男爵破坏的城市 没能守住这个星球 久违了 泰克诺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回到这里 好了 海贴摩托 别再哭了 世卫医师 赶快去找阿诺比斯吧 没错 我们赶紧出发吧 一定要抓住这次提升实力的机会 相信我们一定能变身成超新元赛车王 我肯定会第一个到 敢不敢比一比现在你们还有心情伴随啊 你们都给我适可而止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力量升级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 就算仙道也没有用 况且必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穿过这片沙漠 总是这么幼稚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 又开始了 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爱说教啊 说过多少遍了 不准这样叫我 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大家注意 马上就能看到阿诺比斯实相了 太好了 朝着目标 进发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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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诺比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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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她要过来了 啊 啊 啊 阿诺比斯不是实相吗 怎么会动啊 不对 肯定有奇蹍 奇怪 她的确是实相啊 怎么会变成凶猛的怪兽呢 你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怎么会知道啊 阿诺比斯到底为什么攻击我们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受伤的 陈飞 知道了 陈飞你确定要和他交手吗 但是我必须要出手啊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放心吧 让我来对付他 阿诺比斯行行 你可是掌管科学和技术的神 拜托你冷静一下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不是来请你帮忙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拯救南星 陈飞 这是 清风 发现什么了 阿诺比斯 已经被无尽金属侵蚀了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又是地狱男爵 一定是因为他撒在泰克诺的无尽金属 才弄成现在这样的 你是说无尽金属 把阿诺比斯变成了凶狠的怪兽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好不容易才找到阿诺比斯啊 也不知道 我们还能力量升行吗 你们两个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现在龙战士有危险 陈飞 等我合体吧 好 阿诺比斯 用我力引冲锋车的力量 帮你睁开眼睛吧 冲吧 快醒醒 阿诺比斯 冲锋进展 这下该把他压制住了吧 居然不起作用 缅 陈飞 他竟然这么强悍 陈飞 快和我合体吧 好 光速开装 急风瞬应形态 这下不到底什么做的呀 这回让我来 这点攻击 我还是能接住的 你怎么没事吧 我 我也要加入战斗 从嘴里配射的火焰弹 从两只眼睛射出的激光 前脚的力转 还有鞭子一样的尾巴 阿诺比斯的招式全都被我摸清楚了 很好 就是现在 他居然还有鞭子 你们几个也太太了吧 你们这群小年轻 还是让我这个老江湖 给你们好好上一课吧 你就这点能耐吗 龙战士 陈飞 打起机身来 大家都振作起来呀 这脚活比咱们想象的厉害多了 我们的攻击对他而言 简直是背水车心 这样下去我们岂不是输定了 别丧气 战士的字典里没有认输 千万不要逞强啊 那家伙来了 伯伯伯伯 打起军神来 这 这次的攻击 好像是刚才的不一样 你感觉 有什么东西将它进入我体内 不好 这 竟然是无尽金属 糟了 阿诺比斯发射的无尽金属 吸附在了星月赛车上 你说什么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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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车 你也冲锋车 起座方向车 大家都知道怎么了呀 星元赛车 受到无界金属影响 正在失去自我意识 恐怕比这还要糟糕 现在五辆星元赛车 都被阿诺比斯操控着 只听他的指令 怎么会这样 大家快清醒过来 是无极金属 陈飞 大家快住手 那是陈飞不是敌人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龙战士也会被无极金属侵蚀 失去自我的 陈飞现在很危险 陈飞 糟糕 我现在完全被压制了 不行 我还要打败地狱男爵 使唬蓝星呢 不能就这么倒下了 不要放弃 陈飞 烈焰冲锋车 我是不会被这种东西给困住的 他在抵抗无极金属的控制 烈焰冲锋车 加油 我 烈焰冲锋车 是正义的星源赛车 我全不会认输 无极金属消失了 你们几个 绝对不能向无极金属屈服 快给我醒过来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个不是现在最重要的 快来帮忙 把其他星源赛车唤醒 哦 啊 好的 你们几个 快醒醒 不要迷失了自己 总给我清醒点 我们可是星源赛车 不能被无极金属控制 想想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 怎么回事 难道我们都被控制了 我们居然会攻击龙战士 哎呀 差点酿生大祸 大家总算是恢复正常了 哼 太好了 伙伴们 现在还不能松懈 呃 呃 呃 不好 陈飞要挺不住了 快点帮忙 陈飞 想支持一下 我们来了 大家小心行事 这招已经不管用了 嘿 为了力量升级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阿诺比斯 拜托你睁开眼睛吧 您可是泰克诺的科学技术之神 阿诺比斯 快撩回你原来的样子吧 这难道是 喵 这情况 还是第一次见 呃 伙伴们 那好 我也不能拖后腿 不完整升级任务绝不撤退 我绝不能让地狱男爵 有伤害蓝星的机会 啊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那个 到底是什么 啊 我明白了 是陈飞和星园赛车的坚定意志 让龙战士完成了新的计划 哦 难道阿诺比斯 还是把力量传给我们了 陈飞 跟我喊 超越凯庄 超星园赛车王 知道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超越凯庄 来吧 超星园赛车王 走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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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潮心园赛车王 真的是太帅了 太棒了 居然同时和五亮心园赛车合体 这种感觉也太酷了 吃飞 看你的了 这次就来个集体出击嘛 跟原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充满了力量 感觉身体变得轻盈了 阿诺比斯 我要和你决意胜负 超线元赛车王 可是拥有五亮线元赛车的全部力量 烈焰冲锋车的力量 急速方程车的速度 从离越远车的防御能力 陈飞 阿诺比斯一支猛攻的时候 后背是他的弱点 只要挑到后能攻击 就能将他打倒 好 知道了 雷霆魔兔的分析能力 最后 当然还有飞烟跑车无敌的战斗能力 真是太厉害了 龙战士 召唤超新元神剑 超新元神剑 阿诺比斯 你是泰克弄的科技之神 睁开眼镜 便回你原来的样子吧 龙战士 直接用必杀技 星河流光战斩 成功了 你改得漂亮 阿诺比斯 总算恢复他原来的样子了 大力出奇迹 说的就是我了 要不是要我闪到你 闪电般的速度 至少战斗能赢得这么轻松 可得了吧 要不是由我给你们挡着 你们早就歇菜了 又开始吵架了 真是没完没了 这次是大家一起努力才赢的 雷霆魔兔 不要再哭了 好啦 胜利是大家的 勇士们 感谢你们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噢 这个声音是 阿诺比斯 你们是时候该回去了 你们的星球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你说什么 伙伴妹 我是洛轩 能听见我说话吗 洛轩 我能听见 出什么事了 地狱男爵正在接近蓝星 即将抵达星原室 喵 你是说他已经出现了 比预测的时间还要早 蓝星有危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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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